马上带您关西 受到杜苏二台风影响 在台东这边的灾情 虽然现在这个雨势相较于 昨天晚上是没有这么的猛烈 不过其实在昨天晚上 可以看到记者现在的位置 在台东鹿野乡的瑞龙村这边 那么其实在昨天晚间的时候 在山坡一带 其实就发生了一些 小规模的土石流的情形 可以看到整个土石 是伴随着当时的雨水 是直接冲刷下来 那么虽然现在雨比较小一点点 但是还是可以看到 这个水流的痕迹 就从山坡上直接冲刷下来 那么当时住户就形容说 他是直接把那边的围墙 是直接冲破了 那我们听一下住户的 当时的状况 就差不多七点多 我们在用餐 然后那时候雨势蛮大的 然后突然砰一声 我们还以为是打雷 结果有人要上厕所的时候 看到地场都是泥浆 可是不对 怎么会泥浆呢 就才拿手电脑来后面看的时候 才发现说那一道墙 已经被土石流已经压破了 倒在旁边 然后后面那些土堆 整个垮下来了 有家具是有什么 那就是那些餐具 那些厨厂室里面的东西 被压住 那我们就打电话 跟村长讲 村长又联络乡长 那他们就来看 他说现在雨势这么大 也不能动 要等雨势小一点 再来清理这些泥土 然后可能以后会考虑说 这边要做挡土墙 比较安全 会不会在那些晚上的话 可能会有异样的状况 应该还好啦 因为现在雨势比较趋缓了嘛 我们会注意那个水流 如果水流越来越大的话 我们会知道说 是不是上面有在松洞 我们会来观察 来注意看 好 可以听到 其实屋主是形容说 当时的状况 以为是打雷 大声到以为是说 赶快出来查看 不过发现 都整个围墙都被冲破了 那么今天下午的时候 其实议员有到场的关心 是希望说 安排屋主以及屋主的家人 可以到附近的饭店 来进行安置 以免晚上的时候 如果雨又下起来 可能又会发生危险 那么其实也提醒 三居民众要特别留意安全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